中雨戴感性的说 她并不后悔走这么一遭 还说这是她人生之中最精彩的一段 而蔡英文检讨了败选原因 她说大环境 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因素 并不能作为借口 而是应该继续教训 蔡英文的谢票行程 从故乡屏东出发 一开始就感性说 自己没有后悔走这一遭 还说这是人生最精彩的一段 对我来讲 真的是一个很珍贵的人生 这是我爱人生当中最精彩的一部分 从选后到过年 休息两个礼拜 蔡英文的喉咙终于不再沙哑 她形容选举犹如宫顶 没有放弃的权利 有一天绝对会成功 我们的宫顶没有成功 但是我感觉是 只要我们队形不散 我们的信心还在 我感觉终于我们的成功 即将现任党主席 蔡英文检讨选战失败 大环境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因素 不能作为借口 而是要记取教训 我们是大环境的因素 记得大环境包括了民党的因素 包括了中国的因素 我们必须检讨 不能把它当作是我们败选的理由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至于会不会和宋楚瑜见面 蔡英文低调必谈 谢票行程 加油声鼓励再选的声音 不绝于耳 2016是否再战 被称为民进党小龙女的蔡英文 未来动向备受关注 中天新闻成果名赖冠章 台南屏东综合报道